澳洲近这两年的通货膨胀的确是高于预期的 我四年前有出过一集分享澳洲家庭基本生活开支要多少 但事隔四年很多数据已经改变了 所以我决定重新出一集和大家分享 在澳洲生活你的开支要多少 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澳洲生活 一些省钱的tips and trips 所有的衣食住行主流的生活开支 这些我都会包括在内 大家好我叫Alex 有很多观众叫我做澳洲Alex老师 我亦有出版澳洲书籍 目前是澳洲书籍的销量冠军 亦是澳洲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以及持澳洲地产牌照的澳洲流专家 欢迎收看TOOL TV 先说租楼 很多朋友来到澳洲 他可能未必第一时间买楼 他可能会选择租楼 但现在澳洲租楼的租金是一点都不便宜的 不同城市的租金都不一样的 在密尔本市中心的租金会贵一点的 一个三房单位 要去到4700澳币一个月 如果不在市中心租金的话 三房的租金大概是3000多澳币一个月 同样的尺寸的房间 在西尼的租金会比密尔本贵两至三成 在市中心的三房的房间 租金是要去到6800澳币一个月 而在市中心以外 大概是4000多澳币一个月 而帕斯的话是会比密尔本便宜一点的 三房的宅宅在市中心的租金 大概是4000澳币一个月 在市中心以外大概是2900澳币一个月 所以在帕斯的话 买楼是会比租楼好多的 当然你未必需要租三房的 两房的价钱会比较便宜的 如果一房的话 它的价钱大概是三房的一半左右 如果你觉得租金贵的话 有几个方法可以帮你省到租金的 第一个方法就是去朋友或者亲戚家居住 或者你可以两个家庭或者三个家庭 合租一间屋 大家分摊的租金是会比自己一个人租便宜的 接着就是Utility 这个包括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和上网费 视乎你住的城市而定 物以本是会比较冷一点的 它冬天的时间会长一点 因此你在冬天的暖气费 heating fee 是会贵一点的 平均下来的话 在澳洲一个2-4人家庭 费用大概是4-500澳币一个月 电话费平均每人是45澳币一个月 如果想省钱的话 自住的话 如果这个物业是你自己的话 你可以申请政府的补贴安装太阳能板 每年是可以帮你省到不少的电费 如果租楼的话就没办法安装了 我会建议你找一些新楼 或者一些能源效能比较高的 节约能源的环保楼 或者找一些租盘它本身已经安装了太阳能板 另一招就是在选购电器的时候 尽量找一些比较省电的电器 接着就是交通费 交通费在澳洲分开两种 第一种就是公共交通费 第二种就是驾车 因为在澳洲 绝大部分的澳洲人都会驾车上班 如果是使用公共交通的话 他的monthly pass 大约是200澳币一个月 而驾车的话 目前澳洲的邮费是2澳币一个月 视乎你的车是大车 小车 日本车 还是欧洲车 我以一架中型的日本SUV为例 平均一个月的邮费大约是300澳币 包括你上诺班 和你出去玩 和买菜的邮费全部都在里面 排费的话 不同城市有不同收费 大概是800至1000澳币一年 而保险费的话 视乎你是什么车 和你买全保还是第三方保险 平均的话 一年的全保保险 大概是1500澳币一年 而维修保养 亦都视乎你是新车 还是旧车 是大车 还是小车 是日本车 还是欧洲车 如果你的车是没有病痛的话 一年的维修保养费 大概是800澳币一年左右 这个是平均数 如果你是欧洲车的话 就乘2倍、3倍、4倍 如果想省钱的话 你可以选择work 放空的工作 就可以省回公司的交通费 选择车款的时候 日本车会比欧洲车省油 还有它的维修保养费 都会比欧洲车便宜很多 如果你嫌油费贵的话 你可以选择购买电车 电车的话 尽量选择大牌子 比如Tesla 比亚迪便宜便宜 但尽量不要买 因为电池有机会爆炸 接着就是基本食物的费用 好消息就是 澳洲是农业大过来的 很多基本食物 它是自己可以自吸自足生产的 因此澳洲的基本食品价格 除了新鲜之外 价格是很便宜的 一公升的新鲜牛 都是2.4澳元 500克的白面包 只需要4澳元 12只鸡蛋 都是6澳元 澳洲的鸡蛋 是会给你 白街五维康买的鸡蛋 是大多的 公斤的鸡肉 都是13澳元 来到澳洲 当然要隔一下澳洲牛扒 很漂亮的牛肉 都是说一公斤是22澳元 其他的 米、盐、糖 在澳洲买也是很便宜的 红酒的话 在澳洲买简直便宜到没朋友 最便宜的红酒 5元一支我都见过 唯一比香港贵的 就是香烟 因为澳洲政府很恨人吸烟 所以澳洲的香烟水是很重的 一包烟的平均售价 在澳洲是40澳元一包 如果吃烟的朋友 来到澳洲 我就建议你解烟 要省钱的话 记得在超级市场打折的时候 才好去入货 在澳洲各大超市 渐不时会定期有 Discount Special的活动 另一个省钱方法 就是加入Costco的会员 这家美知超市 它里面的产品 长期都会比超级市场的原价便宜 部份Costco的超市 还有它专用的加油站 而它们的油价 长期都会比外面的油价便宜 所以如果两三个家庭加入Costco的会员 一年是可以帮你省下不少钱的 出街吃东西方面 不幸地由于澳洲的人工就比较贵 澳洲人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香港就租金贵 而澳洲就是人工贵 所以澳洲餐饮的费用不是因为材料费贵 纯粹是因为他人工贵 在澳洲一个茶餐厅 连着野饮 一个午餐包野饮 大概是18元澳币 即是为港元90元左右 如果你是省叫的话 连着野饮 一个普通快餐店 大概是25元澳币一个餐 如果我用麦当努指标 在澳洲一个成年人要吃饱的话 大概是需要花15元澳币 如果你要去一些比较高级的餐厅的话 人均消费大约是150元澳币一餐 所以如果澳洲想省钱的话 就尽量不要出街吃 在家煮会给你出街吃便宜很多很多很多 医疗费方面 这个要视乎你的签证 如果你是澳洲医疗或者你的签证 可以享用到澳洲的Medicare 其实你的医疗费用是可以很便宜的 因为澳洲政府会帮你 避免了很多门疹的费用 而且它会在药物上提供大量的补贴 如果重病的话 一些大型手术去公立医院进行手术 政府也会提供大量的补贴 如果你是不能享用到澳洲的医疗保险 Medicare或者你的签证是需要你强行购买医疗保险的话 每个月的保费平均每人大概是200澳币左右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平均数 有些人会买比较高级的医疗保险 学费方面 这个视乎你的小朋友是读功效还是私效 功效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学费的 但会有一些集费和校服费 平均下来每个小朋友一年的洗费 大概是2500澳币左右 但这个是不包小朋友课外的活动费用 但怎样也好 你读功效的话你的费用是很适合的 如果私校的话 它的费用就会贵超过10倍 平均每个小朋友每年只学费 大概是300澳币左右 当然了 有些私校学费会便宜一些 有些会贵一些 这个只是一个平均数 而且有些教会的学校 它的收费是比私校便宜很多 娱乐费方面 这个视乎你是什么娱乐 我先讲一些健康一点的户外活动 如果你是喜欢做运动的人 澳洲的运动费用 是会比香港便宜很多很多 因为这里有大量的National Park 还有很多公园会提供一些 免费的健身设施 也有很多非盈利的球会 比如蓝球会 足球会 在澳洲你可以用一个很好的价钱 享受到一个很开心的运动 这里租场又便宜 场地又多 很多场地更加是免费的 如果是夜生活的话 平均来说 因为澳洲是没有什么夜生活的 所以整体的费用 消费都会比香港便宜 因为晚上没有什么地方 给你去花钱的 特别是你住一些比较小的城市 或者比较偏远的城镇 那里到晚上 根本是什么都没有 一片七黑 三副鞋襪化妆品方面 它有分原价和打折价 由于澳洲所有的产品 都要加10%的GSE 销售税上去 所以原价的话 它的价钱 是会比香港便宜的 电器方面 情况也是类似的 如果你是买它原价的话 它的价钱是会比香港贵的 但是你在它打折的时候 其实它的价钱是比香港更便宜的 从以上的数据 你不难发现 其实现在在澳洲生活 最贵的成本就是租金支出 而其他的生活开支 其实是不算贵的 特别是如果你的子 是选毒 功效 和你在家煮食 其实你的生活开支 是要比香港便宜的 好 今集就谈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希望你订阅 点赞和帮我分享出去 感谢收睇到TV 我们下次见 拜拜